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许帝山 在伦敦 许帝山非常用功 无意间还成了老舍的引路人 有一次老舍找过他 非常虚心求教 自己没名气嘛 就说我给您念两段我的作品吧 就是那部老张的哲学 许帝山是学这个的 听了以后非笑不语 说你的语言还是挺幽默的 就跟他说这么着吧 你寄给国内的郑振夺吧 三个月后 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发表 老舍呢 也迈入了文学殿堂 许帝山后来留学归来 八年期间写了学术论文八篇 论著五部 其中1930年出版的那本 印度文学 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 印度文学史 在整个三十年代 北平的中华 粤色 曾经出版过一个世界民歌 一百曲集 共分十册 一册十曲 其中第一册的死守 都是许帝山翻译的 他还写了前言 柯振和呢 为他做的序 书后 许帝山还写了歌词的解释啊 什么的 所以说呢 他是中国最早引进 所谓的世界民歌了 许帝山呢 擅长琵琶 不仅能谱曲 还能编词 他对音律十分精通 尤其擅长 把西洋乐呀 西洋民歌呀 跟中国的一些风格结合起来 很有意思 在燕宁大学教着书 哎 许帝山迎来了生命的第二春 那是1928年 正在北师大数学系读书的周四松 在雄佛西家里 见到了续着胡须 戴着眼镜的 许帝山 许教授 老许呢 对眼前这位举子文雅 少女非常有好感 聊着聊着 本来是私生 后来就成为朋友 渐渐的生起了爱慕之情 后来 许帝山 鼓起勇气 给交往了几次的 这位周美女 写了封情书 是勇回于苦师 甜梦间 未能解脱 是好 既岸上宝树 一位军 眼尽 同样是感情 你看人家文学家 写得非常婉转 动人 露心露肺 果然 这个大家闺秀 周四松 不顾家人反对 毅然决然地 嫁给了 许教授 1929年5月 许帝山 与周四松 在北平的中山公园 来金与轩 举办了婚礼 说来也巧 她的前妻 林月参 在家里排行老六 这位呢 孩子排行老六 所以呢 好多研究者 读她的家书 经常把她 信上的那个六妹 搞混 婚后 这个再婚 往往都啊 感情程度更高一点 两个人就过起了 这个秘里调游的日子 周四松呢 爱读故事 许帝山 也顾不上创作了 就一心给她翻译 孟加拉雅 印度的民间故事 哪到夜晚 两个脑袋抽在 这个油灯之下吧 一边翻译 一边探讨 真是 红袖天香啊 当然有福气的 不光是他们 还有 无数的 这个 民间故事 爱好者 和许多夫妻一样 柴米油烟 他不分对象 总是能消耗着 爱情的设施 日子久了 许大柴子 就变成了 不修蝙蝠的 邋遢鬼 家人呢 也新添了 厮后功 秦舍相合 就样为了 草来草去 所以许愿吉 经常回忆 说 那个时候啊 父母经常 发生一些争执 说我母亲 是女强人 很强势的那种 相对来说呢 我父亲就弱死了 当然了 我觉得这也是 男人嘛 在家里 一般都让着女人 许地山呢 他觉得 这样过下去不行 就独自去了印度 继续考察 估计又搞 他的宗教情怀了 大半年以后 终究难以忘情 就给妻子 写了一封思念 和回国信 写完了 还定了一个 民国时期很有名的 这个爱情公约 六大条 一 夫妻间 犯事互相忍耐 二 如意见不合 在说大声话以前 各自离开一会儿 三 各已成相待 四 每日工作完毕 夫妇当互相 给精神的愉快 五 一方不快死 另一方 当死之忘却 六 上床前 当互行 意间未了之事 即 明日 当做之事 我感觉 这有点像 工作守折 周六妹收到信 那是白杆交集 说得赶紧赶紧赶紧回来吧 晃荡什么呢 果然啊 几度温存 自然也是 和好露出了 许第三 一生教书 虽然留过养 却颇有 中国法 人称他有三怪 就是一年四季 都穿着一个 黄对筋的棉大裤 再就是呢 留着长发 续着三杨胡 还有就是 天天练习繁文 可能是宗教的缘故 许第三 给人一副 天真印象 只要看到孩子 提箭子玩皮球 哪怕 他跟再重要的人 在谈事 他也跑过去 跟人参呼 在课堂上呢 个别同学顶撞他 他也不生气 总是温和的说 好吧 你说说看 许第三 做人 很讲究 有求必应 就是一个 不懂拒绝的人 我周围经常 有这样的人 不过这种人 往往都是好人 留学期间呢 好友郑振夺 请他 从大英博物馆的 昆仑圈里 找些材料 但是英方规定呢 不得外借 也不能摘抄 许第三 也识成 那怎么办 你们说怎么办 嘿 他用了最笨的办法 我把材料背下来 回家呢 再写出来 不过这本事 我估计一般人也 做不了 老舍曾经讲过 他的一个趣思 就是在伦敦的时候 有一次去理发店 结果呢 人家问他做什么 他就答应做 把理发店 所有的项目 做了一个遍 本来呢 一个先令 能理完的头发 他呢 花了两个影帮 谈起宗教 许第三呢 对佛教感受最深 他加入的 却是基督教 而最终写出 有名的专著 却是道教史 嘿 您说这事 真是有点怪 而且你读他的文章 总有某种 庶命论的色彩 比如说 在那本啊 这么劳租里 他这个主人翁啊 看到女佣 白弄一只蜘蛛 出景而叹 我像蜘蛛 命运就是我的网 蜘蛛把一切 有毒无毒的昆虫 持进肚里 回头把网 组织起来 人和他的命运 又何尝不是这样 所有的网 都是自己组织的来 或玩或缺 只能听其自然罢了 1935年 一向跟他不合的 燕大教掌司徒雷登 解聘了徐帝山 经好友胡适推荐 他去了香港大学 中文系 做了主任 可能是回到了广东的缘故 徐帝山这次是大展拳脚 搞得有声有舍 他哪周上课 二十多个小时以上 科目打十几门之多 而且他还把 陈寅雀呀 一帮教授 都给请来 搞得港大 盛名一时 1938年3月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在汉口成立 徐帝山与郭梦若 矛盾等四十五人 成为理事 为了抗日 奔走呼号 当然有些敌对势力声称 要他的命 徐帝山 凛然不拒 说我偏要活 活得还要更好些 可惜他的身体 1941年8月 是徐帝山 极劳成吉 造势 十年四十八岁 把弥留之际 他紧盯着妻子的眼睛 连声说 负哲呀 你负哲呀 妻子急忙回答 我负哲 我负哲 陈寅雀 非常感激 自己去西南联大以后 徐帝山呢 对自己的妻子 和女儿的造物 所以为他 写了一副晚帘 人事急返劳 高齋炎克 小事数文 人力暗产 婚未绝 离烂 相依托 娇女激舞 并欺求要 年死回忆 悲伤身 陈寅雀 那是 用点 信守年来 当时也有人 惋惜这位 教书将的 英年朝事 我觉得说的就 更简洁 这个对联是 若喊救救孩子 请去问问先生 哎 我觉得这话 特别代表 港大师生的 这个心情 后来啊 有一位美国学者 专门研究 这个 徐帝山 他引用了 《圣经》 《以赛亚书》 中的一段文字 他在耶和华面前 如嫩牙生长起来 像根除玉 干旱之地 他没有家行 也没有威夷 好叫我们仰慕他 他也没有美貌 使我们被他吸叶 这个美国人 像这个和洛花僧 我们前面读过 对照之后 意味深长的说 耶稣就像洛花僧 刘出品了 感谢观看